字幕 李宗盛 他冠我跟他画画画 应该是要交代功课的地方 早就变成怪兽的科幻游乐场 甚至入侵了每周要抄写的唐诗三百首 我只想把这个世界变成怪兽存在的世界 自己想要创作一个 一个生动的模式的玩游戏 然后去尝试说自己接手用作 做出自己想要的感觉 那直到后来 越做越多姿 那开始慢慢的累积一些经验 于是不再迷近的夜 直到有一次听说 科吉拉的死亡 电影系列的结束 我才匆匆赶到二人心 看见科吉拉变成一套红色的眼睛 一整一方 这一方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惠玲 今天的节目要介绍两位优秀的年轻作家 他们最近分别出书了 一个人写怪兽 一个人写鬼 而且都很受好评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两位作家来跟我们分享这两本书 不测之人和路上怪兽警报 首先我们介绍不测之人的作家陈玉轩 玉轩你好 慧玲好大家好 然后是路上怪兽警报的唐承伟 承伟你好 慧玲好大家好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那个片花 其实是承伟拍的对不对 是 所以你是写怪兽 对 然后玉轩是写鬼 我们先分别讲一下 先请两位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小说的情节好吗 基本上我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怪兽 所以我就试着 我的故事是短篇小说 是 所以我就试着说把我喜欢的怪兽的不同种 不同种类的怪兽 不同形式的怪兽 把它放在各种 比如说想象的世界 或者是童年回忆 或者是现实世界里 我就把它们各个安插进去 然后想说 如果我们世界里面充斥着怪兽 那这个会发生什么样的情节啊 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试着写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你的小说是每一个是不同的短篇 短篇里面有不同的怪兽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小男生是谁 哦那个 其实那个就是我 你小时候 好所以这个影片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聊 这影片还蛮有故事的 玉轩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不测之人 《够想》这本小说的话 就很希望它不是由一个人出发的 它是由一个鬼 因为其实鬼它的形体就有别于人嘛 它是可以漂浮的 或者它可以穿梭在可能这些形体之中 或是它的空隙 所以它可能就多了很多结尾可以看到 很多在生前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 可是又毕竟它只是一只鬼 所以它的视角还是受限的 所以等到最后 小说的最后会有更高的力量 就是河神还有树神 来帮助他看到他这一生里面所发生的那些疑点 对 那就是在小说里面就是 顺便也包扎了很多我想关怀的议题这样 对 好两位写的都是小说 我其实还蛮想要问作家 你的创作灵感都是从哪里来 程伟应该是很小就很喜欢怪兽 对不对 其实就是因为小时候 会看到一些那种日本的盗版的那种 比如说影片啊 或是盗版的图书那时候很盛行嘛 对 小时候就会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然后 看一看就会好像很自然就 小孩子就是喜欢看什么 然后就把它画什么 然后就画一画就越画越开心 所以就整天到处乱画乱写编故事啊 对 一直这样写下去 那我觉得差别只是说 很多人可能到了青春期或是在长大眼中 他们就慢慢放弃这些创作 可能他们为了要追求同才的认可 所以他们就会 比较喜欢做那些团体活动 那我可能就是少说 我就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东西割舍掉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做这样的创作 对 中间也会有些时间是比较 可能自己也会想说 会跑到别的地方想去做一些别的 比较被大家认可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比较震惊的事这样 对 可是慢慢久之后你喜欢做创作 然后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源头来 对 所以就很自然的 创作很自然就是以怪兽为题 就应该就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 刚刚那个影片其实是你 考进男艺大的时候 嗯 老师问你说你以后想要拍什么 嗯 结果你回答老师 对 因为我当时就被 有点被逼急了吧 所以我就说 那我要拍怪兽的纪录片 那当时好像只是 老师有笑出来吗 就是 他可能 就是 大概也许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或怎么样 所以当下反应我有点被 激怒到 可能我反应过多了 就是我觉得老师要有点看清这件事 所以有点 明明是 口试 可是我很不高兴 嗯 然后 但总之就觉得老师对我宽容度很大 我们就花了 三年多 就真的把他拍出了刚刚那个 就是我的毕业片 嗯 所以就在讲一个 小孩子的怪兽名长大 是怎么样慢慢的 怎么样成长成为一个 发展开自己兴趣的怪兽名公司 嗯 好 陈伟的灵感是怪兽 玉轩的灵感很特别 玉轩的灵感是 宋江镇 嗯 这个就是 大概两年前有参加过一位朋友 他其实就是在台南地区 然后他也就是帮忙那个宋江镇做一些宣传 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参加了他们 大概有一天一夜 然后又到隔天的一个打 包括打面 然后包括他们绑草仙 然后包括整个绕筋的过程 嗯 对然后在那个活动中 比较特别的是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喜庆的活动啦 就是至少是跟神秘有关的 对 然后可是在那个过程中 就是刚好有遇到一个朋友 他突然就是死亡这样子 对 然后他是上吊身亡 嗯 那那个小小的一个悲伤的插曲 就促使我觉得 这个应该要变成一场串的故事 哦 他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怪兽 很少有怪兽可以 一个角色可以持续发展60年 让他不停的有各种的表演的方式 然后让他整个很不一样的风格 就像现在他还有拍 两次拍成好莱坞版 就很像很喜欢成龙 然后成龙突然 终于拍出了尖峰时刻那种感觉 他拍了一个好莱坞电影 对对 嗯 两位都是台湾年轻的作家 可是其实白天都各有正职 是 是吗 我算是接案 接案做翻译 对对对 嗯 但是其实对于创作来说 他可能是需要专心认真 在那个当下 两位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 如何从你们的正职 或者是你们白天从事的事情 然后再转换变成创作的时候的状态 那因为我白天的工作是老师 嗯 对那其实回家以后还是有很多的背科 但是我会给自己设一个停损点 就可能到几点之后 然后就是我的创作的时间 那如果说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创作的话 那我就是阅读或是出去走路 就是我还蛮喜欢出去走一走 因为其实那个走路的话 尽量寻不同的路线去走 然后从那边发现一些 我平常可能会忽略的细节 然后回来的时候 如果有办法再去整理走路过程中 产生的一些思绪或者是一些灵感 对然后我就是 其实是未来期待想要更有纪律的写这样子 嗯 对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很累 然后想要小偷懒一下这样子 对 听说春上春树写作是非常非常有纪律的 对 他每天的时刻表是排得很好的 对 早上要写多少 下午要如何休息然后再写多少 对 对 这个是那个说创作者的典范吧 对 就是太难达成了 对 所以春伟怎么做呢 嗯 我其实算是 我本来是有正职在报社 那后来 因为我很想写一个怪兽的故事 所以我其实后来 我真的就为了写那个故事 所以我就离职了 然后 对有一阵子我真的就是很 就是想说我要离职 我全心全意的来写那个 对 可是写了几个月 其实春伟是台湾的怪兽专家 还好 其实还可 还好 就是稍微有喜欢这样 对 我花了几个月写 可是 后来又觉得说 好像密集的写 其实也不是办法 因为 因为这样到最后你还是得找工作 可是后来又开始试着找工作 边找边写之后 就发现 真的开始工作 如果是过于忙碌的工作 其实就脑子就完全卡住了 对 所以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对 所以后来其实又 决定就是 好像发现自由接爱会比较适合 就是 我像我接翻译 比如说如果一本书 其实时间很长 对 可以需要几个月这样 那几个月的话 中间就比较好调配 比如说 你觉得翻译的时候 你翻译的时候 顺就翻译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感觉灵感 或是什么时候去写 就 就花一点时间写 因为它整个实现很长 所以就说 自己去调配这样的时间 目前来说 是觉得还 比较妥当的方式 这样就是你可以一边有说 就一边去写 然后又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 没有办法 目前没有办法做到很有纪律的 所以我就反而 有的时候是靠这个互相调配 比如说 我做的真的很 很疲倦的时候 我反而好像忽然有办法写东西 然后反过来说 我写的时候 我今天我真的就是 想要写这个故事 我就是卡住了 那我就回头去做 就是很 有的时候很单调的反应 就这样互相调配起來 会觉得还蛮 目前来说还蛮妥当的 不过你说到 你为了要专心写怪兽的书 而把报社工作辞掉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 你对怪兽的热爱 是真的很爱它 因为想很久 就是 有一阵子其实就是 就是 你忽然想一个点子 每天超一点 然后忽然想点超一点 觉得好像架构都出来了 可是 你真的要下笔的时候 满脑子就都是 被报社 可能工作事情 就会有点卡住 所以 最后真的觉得已经 出来了 应该有个样子了 然后最后就 工作就 没办法了 就是 但这个事情也不是说 就是 这个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就很确定 但至少 就是经过这一阵子 一步一步走开 我觉得就是摸索出 比较可能的方向 这样 但当时真的是 忍不住了 觉得我就是要这样死 身为一个 这么爱怪兽的人 你心中最爱的怪兽是谁 当然是哥吉拉 我觉得 一个理由其实是因为它 时间时代拉得很长 它已经整整60年 然后它作品是持续 有产出的 就是说 我在看它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好像在看一个 人生 因为它有的时候是很严肃的 它有时候非常的娱乐化 它有的时候票房非常好 有时候非常的落魄 就拍得也很烂 然后整个 或是儿童取向 然后拍得非常的粗烈 就是说 它是这样一路走下来 我们就看到它很多 不同的面貌 然后它有些 好像它必须要跟一些妥结 可是它有时候也有些创新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怪兽 很少有怪兽可以 一个角色可以持续发展60年 让它不停的有 各种的表演的方式 然后让它整个很不一样的风格 就像现在它还有拍 两次拍成好莱坞版 就很像 那种感觉就很像 你很喜欢成龙 然后成龙过完 终于拍出了 尖峰时刻那种感觉 好去好莱坞 它拍了一个好莱坞电影 那种感觉 就是它一个60年这样下来 它其实是有很多 很有趣的历程 所以我就会特别喜欢去探究它 所以你刚刚我们片画里面看到你说 戈吉拉有一幕真的死掉的时候 你是真的哭了在电影院里面 对 那时候你多大 我那时候国三 然后那次是因为 那时候还不太懂 然后那时候戈吉拉就是 广告都说戈吉拉系列终于要完结了 那时候从此再也不拍了 就想说真的吗 我就去电影院看 然后它又拍得很壮烈 戈吉拉不是说被什么打倒 它是 有点像是体内自己出了问题 所以它慢慢 它就 慢慢的发亮发红 然后就融解掉 然后最后那一幕很壮烈 是在 在很悲伤的歌声中 它这样慢慢慢慢的化为火花 这样子绽放开来 所以当时我看其实真的是蛮 是有点泛泪的感觉 就是我那时候写这个不测之人 其实是想说提醒大家可以 慢下来看一下这个世界 在我们社会周遭 其实充满很多复杂的事情 或是残酷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都没有 太多的机会停下 因为自己本身的人生 就已经够复杂了这样 对 你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单篇 文章 就讲了各种不同的怪兽 我对于其中一章特别有兴趣 上面写了 讲公同向 是这样吗 好像我们国小 国中里面都会有很多流传的 讲公同向的乡野传说 对 因为我在这次写的怪兽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像说 我尽量去想各种不同的可能 就是把每件事情都把怪兽的 那个因素放在里面 然后就会想说 因为讲公同向 那个是大家小时候知道的传说 什么讲公同向会扎眼睛 讲公同向会笑啊会动啊 或者是有骑马 讲公同向的马会换脚之后 就是各种这种说法 那所以就会想说 如果这个东西是 假设它是一个 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玩笑 如果它是真的好 那什么事情可能会造成 讲公同向动起来嘛 然后就会想说 我有想试着去写一些小说是 就是有点像是类型片或是这样 所以我就会想说 能不能写出一个很像 活尸电影的短篇小说 然后我想说那 我很希望讲公同向动起来 所以我就试着把讲公同向 写成是一种类似活尸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它就会在全台各地蔓延啊 然后 因为就像僵尸穿在讲公装甲里面 任意移动刀枪不入那种感觉 就是合理化为什么讲公同向会 跑来跑去这件事吗 对对对 就是把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再加上我喜欢的类型片 就把它合在一起 其实就是 我这一次小说大部分创作都是这种 就是 就是说我试着把我喜欢的各类型的怪兽 或是我喜欢怪兽片的那个调调 都放在各个小说 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现实的台湾 幻想的台湾 或者是神话世界 就是我尽量去找各种东西来 来 尝试着把怪兽放在世界里面 嗯 好 其实你的文章真的让我觉得 这是一个想象力非常非常丰富的作者 生活里面 可能的不可能的 甚至写的有一些 让我觉得 诶 其实它很有可能发生哦 我想大家读者可以自己去买书来看 对 我昨天才在跟 呃 两位聊说 你们最近的书 不是鬼鬼就是怪怪的 讲完了怪我们来讲鬼 为什么你的书主角会是鬼呢 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嗯 因为我会觉得想要选择一个比较新奇的方向 嗯 那但是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他作为一只鬼 然后他透过很多 他的 他本身就是可以穿梭自如的 然后他可以自由移动飘移的 对 然后他飘移的时候他看到的风景 会不会跟人的时候不一样一定会 嗯 所以他就藉由这种奇特的角度来看到他生起来的一些亲人 嗯 然后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 然后包括是他未解的谜 就是包括是他自己怎么死的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样 嗯 然后可是他又因为是一只鬼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神一样这样无所不知 所以最后安排就是他又认识了 然后又相遇了神 然后神 其实又告诉他不同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神也不是万能的 他也不是无所不能 因为就是合川神跟树神这样 对他们只是 就他仅有的 活得比人类还强的这个岁月 告诉一只 最近死的 刚死的这个新鬼 他所遭遇的人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嗯 好 你刚刚一直说这个鬼他所遭遇的人生 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梗概大概就是 一个 他是农村出来的人 对 然后他的这个农村政经历一些很巨大的改变 对 农村里面要新建一个农药工厂 对 为什么你会想要把这么这么具体的社会事件写在 这本书里面呢 嗯 好像农药工厂然后里面的村民们 对 有人反对 有人赞成 对 在这个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利益的纠葛 对 其实这是我觉得跟这几年来出社会以后的一些心得有关 嗯 就是我出社会以后感觉是跟 呃 现实生活比较容易有 那个脉动比较容易有冲击 然后 呃包含是 包含是看到一些 在地的一些状况 对 比如说不只是呃 农药工厂 可能有某某的那个水泥工厂啦 或是有什么砍树的这些举动啊等等 嗯 其实在各的乡镇都发生 嗯 可是当大家看到这个即时新闻的时候 大家只是会 一时留于一种情绪性的 一种理解 就想说 啊这个一定就是怎样怎样 然后看完以后 几秒钟又让下一个新闻 就是过渡过去 他并不会想要去深究这个东西 嗯 所以想说 他可不可以借由一个小说的方式 然后是 比较贴近 可能在地的人 他们心中所想所感 嗯 然后重新诠释一个 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灾难 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是利益的 嗯 因为其实 对现代的农村来讲 就是他跟 过去那种 城市真的兴起 80年代 这种城市兴起的那种 想要去都市工作 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对 现在有点算是 又是一种迫不得已 就是如果说你 你现在不选择工作 那你可以怎么办 嗯 或者说现在这个田已经这么难种 然后你如果 不再去选择一个副业的话 那你又该怎么办 嗯 对所以就想说 藉由这个议题 想要唤醒大家 去思考 脉弱性去思考一些东西的可能 对 嗯 好 你会讲到宋江镇这件事情 宋江镇我还想要继续问 所以其实这个男主角 也是宋江镇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吗 对 我们先讲一下宋江镇是什么 好不好 嗯 宋江镇他其实应该是由来蛮久的 应该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 对 那他主要就是过去在那个乡野间 就是用有一点算是义勇军 就是当外面发生什么 有泄斗的情形要进来的时候 这边村庄就有一批已经训练好的人 可以立即反应 立即跟他进行战斗 可是对 后来他又跟那个神明这些比较有关 就是配合神明还有镇头绕境这些 他就比较变成是一种 算是仪式性的活动 对 然后这仪式性的活动 其实对当地人来讲算是 我觉得是重要的 因为他们可能多半会想办法 每一户就是出个一个人 然后进行这个操练 然后他那个人数的话 他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要凑到36人去出征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然后那个人物就是 嗯 有点引用到那个水浒钻里面的 36天纲 对 可是又没有一对一的去对 他其实是有一些人物是 包括像观圣 这种人物是 又从那个民俗的 或者是神明相关的 一些形象 然后把他借过来 嗯 然后这些人的话就是 变成 既可以他练的时候 可以团结这整个乡里的感情 对 然后又可以在仪式上进行一些展演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主角 一个心境的鬼 对 他在宋将战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对 他是孙二娘 对 他是一个女性角色 是一个男生 但是他 他在宋将战里面扮演一个女生 对 扮演一个女生 就是反串 对 你这样子设计的用意是 我是很想要就是让大家 除了看到他是一只鬼之外 他其实在生前也是做一些 蛮不同的事情 那个尝试 那那个尝试是 我是设定是那个 呃 官帝爷 然后给他的 对 给他说你 你可以接这个角色 然后他就接了 他接了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排斥 他就觉得 这好像是一种尝试 对 那如果说在一般看到那些孙二娘 什么一丈亲的扮相 我想介绍你的书呢 呃 我的小说其实就是 我想要把这个世界变成是 充满怪兽的世界 对 所以我会借着怪兽 比如说不同的体型 不同大小 或者不同的生活习性 用各种方式来重新 切入我们平常的生活的世界里面 他本身其实不会说太 呃 我觉得他是采用态度算是比较轻松 但是我也试着去 用怪兽的观点来 看或说来描绘我们所存在的世界 也不只是包括真实 也包括 也许在我们童年回忆中那个世界 或者是幻想中的世界 总之就是 尽量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方向里面 都让怪兽 试着去存在看看这样子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讲公的铜像 对对对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对对对 就是我那时候写这个不测之人 其实是想说 提醒大家可以 慢下来看一下这个世界 因为想说 其实在我们社会周遭 其实充满很多 复杂的事情 或是残酷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让我们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停下 因为自己本身的人生就已经够复杂了这样 对 那透过观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 大家应该会慢慢培养出一种 同理心跟观察力这样 对 就是因为我里面对于一些细节 他就是我还蛮努力的去 想要去呈现一个又一个画面 对 然后我想读者应该可以在我的小说里面 看到一些 而且他 他介于现实跟魔幻之中的一种画面 然后在那个画面中 或许他又可以开启 好像一个 类似一个梦游者 然后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他开启了一个他另外的想象 所以他是立即在非常现实的基础上 对 对 不过我最近这两天看你的书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其实这样的农村在台湾到处 可能到处都是 是 他是一个 可能早年是人口外移 他到都市里面去谋生活 对 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此刻 他 他得要把一个 不管是什么工厂 对 放在这个农村里面 然后让他们面临一个非常天然的交战 对 我要活下去 还是 什么 其实这样子的农村现场 在台湾到处都是 是 这一点让我感到 其实他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 是 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在睡前读这本书 我觉得他 他会让我做好了 然后认真的看 是 然后听说这本书也得到 非常非常多文坛大佬的极力推荐 对两位都 嗯 今天非常的感谢 两位优秀的年轻作家 来到棚内跟我们分享你们的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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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